这个铁盒仔和乒乓波差不多大小 重量不到180克 是中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全池圆浮式人工心臟 又被医学界称为中国心 假如将人体比喻为一部机器 心臟就是引瓶 主要负责泵血 保证各器官的血液供应 一旦引瓶故障不运作 人就会很快死亡 全池圆浮式人工心臟 相当于一个微型高功率血泵 安装在受损心臟的旁边 透过人造血管制造的旁路 等血液绕过受损心臟 还以代替人体心臟的泵功能 心臟病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为全球疾病 投号杀手 中国大约有1500万心衰竭患者 有130万至150万人属于末期 无法透过药物治疗急需换心 不过国内每年只是完成几百宗心臟移植手术 可以说是杯水车身 科学家在过去几十年 一直努力研发人工心臟 希望可以救到更多人 由心血管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苏州一间医疗企业 合作研发的人工心臟 经历十年时间研发 临床试验 已经莫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是中国首个正式上市的 全池原浮人工心臟 据报与美国同类产品相比 在手术入侵性 感染风险 创似可靠性等关键性能上 表现更好 新型中国心 还不止一款 有国内医疗企业研发更微型的 池原浮人工心臟 泵在重置90克 是全球最小最轻 已经进入临床实验阶段 分析认为 随着一伙伙中国生的研发上市 有望打破垄断 改写全球人工心臟市场 由国外主导的格局 人工心臟是最复杂 最精密的医疗仪器 需要运用到医学 生物物理学 工程学 电子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技术 被称为医疗器械 皇冠上的宝石 经历三代发展 有几十年前 模仿人类心臟结构的初代版本 演变到第三代传持原浮式 以不接触组成的离心泵为特点 体积更小 血液相容性更好 可以减少血液瘀製 和血栓形成 显著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为更多晚期病患者 带来生命的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